很多人觉得塑形很难 其实关键在于要掌握科学的塑形方法 那我们说减脂塑形就是七分吃三分链 今天我们就主要来讲讲这个七分吃是怎么个吃法 你像蛋白质 多种微生素 矿物质 营养代餐 我相信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塑形的关键点了吧 那首先我们就来说说蛋白质对塑形的好处 能给我们人体提供热量的营养素无非就三种 蛋白质 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那人长胖主要就是两种吃多了 一是脂肪 他吃多了直接储存 二就是碳水化合物吃多了 到体内转化为脂肪储存 而蛋白质几乎不会转化为脂肪 那说到这儿估计您就明白了 多吃点蛋白质 那不就等于减少了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吗 道理简单吧 我告诉大家 其实这有个名词叫做调整饮食结构 想减脂的人估计都听说过这个词 那怎么调整饮食结构呢 我告诉大家 其实很简单 就是多吃优质蛋白质 减少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就这么简单 而且呢 这个蛋白质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的排空时间长 说白了 就是扛饿 你多吃蛋白质 它就是饿得慢 那这对于结石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而且呢 蛋白质对于维持肌肉 塑造理想的体型 那也是必不可少的 肌肉多了有什么好处啊 可不仅仅是线条好看哦 关键还在于啊 这个肌肉多了以后 整个这个人的基础代谢率它就高 那它以后 万一偶尔 吃一两顿的这个大吃大喝 它的脂肪呢 也不容易反弹 所以 您想想 那为什么有的人总说自己减肥 一是饿得俩眼冒金星 那然后呢 一旦坚持不下去了 立即又反弹 为什么 这就是它不知道蛋白质的关键作用 除了蛋白质呢 减脂塑形啊 还不能忘记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矿物品 这些营养素啊 也是维持我们肌体健康的基础 而且啊 其中的一些营养素 对于减脂塑形还有特别的好处 你比如说像B组维生素 那就是能够加速代谢 提升活力的营养素 那有的人呢 可能会担心说 说减肥就得饿肚子 错 如果您有的营养代餐 不用饿也能瘦 因为这个营养代餐的能量呢 它很低 一包啊 它才一百多钱卡 就相当于那个普通汉堡呢 也就四分之一 而且这个里面的营养素呢 它也是科学搭配的 那既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 可以满足这个保护感 它还不会热量超标 同时呢 这里边还含有 丰富的微生素啊 矿物质啊 让您在瘦下来的同时呢 还可以更好地保持 整个机体的健康 同时 它的口味还丰富 吃起来也方便 既能科学减重 又能享用营养美餐 您说 是不是特别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